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主播黄仁杰 中国广深港高铁在香港的路段 预计今年9月通车 香港立法会14日三读通过 一地两检条例槽案 这意味着中国官员今后 可以在香港高铁段的总站内 执法直施中国法律 被质疑违反基本法引发争议 在香港争议不断的 一地两检条例槽案 允许中国官员在香港境内的高铁 西九龙总站执行中国法律 引发香港社会的不满 但仍在清中建制派立法会主席 梁军燕限时限制议员发言 甚至驱逐泛民议员的情况下 急速通关 以40票赞成 20票反对 一人弃权 通过三读 这条草案主要授权在 广深港高速铁路 香港段总站 实施一地两检 让香港和中国执法人员 在站内进行通关执法 香港部总站将会划设特定区域 供中国海关人员等执法 这是香港历来首次容许中国官员 在香港执法 立场新闻指出 一地两检是为了方便中国人员在香港执行通关 出入境以及检疫手续 根据草案 高铁西九龙站中国口岸区范围 包括入境层 离境层 及月台层 还有连接地下二楼至地下四楼的扶手电梯 都属于中国司法管辖区 也涵盖了在香港断行驶停留及上下课期间的列车车厢 这些都将列入中国管辖区 实施中国法律 被质疑违反基本法 泛民方面认为让中国官员在香港执法 有违一国两制精神 且担心中国执法人员越驱执法 威胁香港人的人身安全 且认为草案不够完善 反对通过立法 港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 中国及香港政府尊重一国两制与基本法 呼吁大家以开放的胸襟理解一地两检 并说相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但显然一地两检已经引发香港人的忧虑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